可不可以用綠色,為什麼一定要用藍色和黑色呢? 為什麼蟲書一定要用藍色和陰暗呢? 用綠色號碼看呢?我現在試試看給大家看 你熬就不畫了,就看我不畫了 可以畫,我現在要做仔的 可以畫? 沒有嗎? 有嗎? 有嗎 Loren 몇 然后在这里呢 这样 我常说那个松树的那个质干 如果是枝的话不是那个竹干 枝的话就比较弯曲一点 弯低的啊 这样就做了 有什么形式的广告啊 有什么低的皮吧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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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用一支笔来画 所以你可以练习一下粗的笔怎么画细的东西呢 如果你真的不习惯 掌握不好 那就用细的也行 我可以用一支笔来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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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画 嗯 这里 暗一点 细一点 這個就看起來很淺,跟主要差不多 厚一點的,這個當背景,在一個字的後面 這個在前面,稍微厚一點,最厚,比較沒這麼清晰 這樣看起來就好像很有層次的感覺 當然你可以把它加深一點,比如說這個太淺了,不夠精神,不夠精彩 也可以 一兩條 也可以,層次豐富一點 當然這裡後面也可以,就是稍微暗一點也行 比如說,這裡 也可以,不是說不行,總體來說還是這個比較深嗎 對吧 身,嫌一點,最淺,這個樣子 感覺上 然後呢,我們如果時間不夠的話呢,我們可以用封筒 然後呢,我們可以用封筒 你把它先拆乾 好 好 好 用排比刷刷比较方便 排比较方便 可以用排比刷刷 這個地方未必有顏色的,但你可以塗上它 整張紙上去塗顏色 你畫的時候 就有人問,藍色或者黃色行嗎? 我就試一試給大家看 一些學生問,可以用藍色的色 instead of藍色和藍色 所以我會示範 我喜歡在雨天的天氣 在冬天的天氣 我們用藍色和藍色 不是藍色的色 你會看到藍色的色 是在冬天和冬天的色 所以我們常常用藍色 就是我們如果用綠色的話 一般來說是夏天和春天 感覺比較合適一點 如果真的要用冬天或者秋的話 尤其是有雪的話 如果是用綠色就看起來太嫩了 你看 對不對 慢慢來別急 從最裡面開始 如果你覺得這個太淺了 加一點黑色 加一點黑色 墨綠的 你看 你看 就這個樣子 你也可以用水 你也可以用水 慢慢來別急 在這個樹 鬆針的中間 我們用比較深 從針的中間 這個位置深一點 深一點 但是 其他地方淺一點 你這樣看都已經很好看了 對吧 這些位置深一點 也可以再深一點 淘多一針而已 看到嗎 再深一點 雲龍紙本身有一個好處 就是軟龍 這個紙 OK The paper The name of the paper Not shen Yun龍 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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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agon In the clouds In the sky OK I like a dragon You see Fly in the sky Telly here sure 一般來說 我們這個排比呢 一部分是深的 這裡是深的 這裡是深的 你看 這裡是淺的 就這樣你看 See This part The colorful OK The color More colorful This part is just water OK 這個地方是深的 這裡是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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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這樣下去 就有fade out效果 漸變的 慢慢過來 就這個樣子 稍微做的時候呢 要輕一點 柔一點 為什麼 總是在那邊說話呢 就是 我覺得一個好的老師 應該 為什麼呢 可能有點煩 但是 他每說的一句話 那個腦子裡面就是想到這樣的東西嘛 對不對 把它說出來 讓學生明白 你如果那個老伯伯啊 所謂的大師 就在那邊畫畫畫畫畫 屁都不放一個 你學生就在那邊看 看表演一樣 你學個屁 所以最重要是一邊說 你以為他們會懂 其實很多人就看著你這個手指 他不懂 你要告訴他手指怎麼動啊 鼻怎麼動啊 水多少啊 這個所有受歡迎的烹飪節目 那個廚師一定是很多話 慢慢地告訴你 怎麼摘啊 怎麼拿起來 那個肉怎麼弄 對不對 你也很敢用 我現在同學生 後輩 剛出來教書法教過話都會講 你一定要講 你這個嘴都會講 越煩 學生聽得越多 學生不會嫌你煩的 他給錢 不是看你表演的 他給錢 是要看你 告訴他怎麼做 所以你見過 我不斷講話的 英文不好 普通話不好 我都照樣講 為什麼呢 你說了多少 他聽得懂 他怕到 或者怕不到也好 起碼你說過 他下次 老師好像提過這件事 真的在那邊畫畫畫 你不要說自己不喜歡講話 你不喜歡講話 你都要講 為什麼呢 好像廚師一樣 這裏炸 翻一翻 所有受歡迎的肥媽 鼎爺那些 他一定有很多話說 為什麼 他要你明白 這麼久 只不過畫畫畫 畫了半小時 學生不是看你表演 學生是學習的 所以我和後輩 就算前輩都是這樣說 你說一下 沒有在那裡畫 有用嗎 你畫完之後 你告訴他怎麼做 為什麼要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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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個位置其實是少一點的 這個位置多一點 你可以控制慢慢做 這邊深一點 這邊深一點 這邊淺一點 對吧 那些水分 拿來 拿來 那些水分 拿來 你需要說 你必須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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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必須思維 每樣各種技術 and skills see okay this is the water this is the color see so if I make a circle see the center of the circle okay more colorful and this is just the water and maybe naturally distribute in the paper see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now okay we make one but I don't die down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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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不可以用綠色,綠色用的比較小,我們說綠色用的比較小,這樣其實是不錯的,加了綠色之後就不太好 之後五分鐘,ok? 用一個小的小塊,我相信一千塊是一千塊的,一千塊是十分佔的,這很難解 這很難解,就是要很難解,不讓它太乾淨,像一乾淨的研究, and don't make it too wet, okay? The moisture, it's like like you put underwear, okay, or the clothes in the balcony, okay? After 10 hours, maybe and you want to get them back, okay? But still a little bit moist, the moisture, okay? A little bit wet 就是說你這個東西很難說 你不能說太乾 如果太乾就像乾的紙一樣呢 那個雪飄下去不好看 但是如果太濕的話呢 會化,化得很大 你很難控制那個雪的大小 怎麼說呢? 就像你把那個陽台上面 把那個衣服,內衣啊什麼都洗完了 擺出去,10個小時之後拿進來 想拿進來還是有一點濕 你也不敢穿 不敢把它放到那個衣櫃裡面 但是它還是幾乎乾了 就這種感覺 明白嗎? 它又不可以真的乾乾乾乾的 沒感覺,雪是一點點白色的 沒髮的感覺 但是如果太濕的話,又是太化 所以那個感覺類似這些cuff 這些cuff,或者那些腹腳 放在那個露台上 就快收回來,又乾一點點 但是差那個腳 濕濕的,還沒乾透 那種感覺就最好了 是啊 你有做家沒有另一個字的 你要說雪嗎?你又說春天來的 就是告訴你 用春天的雪不好看 剛才不是說了嗎? 大家看看,可以嗎? 如果把藍色放進去 陰暗一點,雪好看 這樣放進去 你可以這樣,可以敲 但我講過了,敲有一個問題 太碎了 OK? 如果你就這樣放進去 會比較好 有大小 OK? This is better If you use this one This method The snow Quite small, OK? Small particles Too small OK? This one's better 但是你看到 就感覺上來說 如果你是這樣畫的話 我不是說這個很差 而是在這麼輕鬆的 綠的嫩的感覺之下 在這麼新鮮的感覺之下 畫一點雪 就看起來 不是很合襯 不是很配 就是你不是說不好看 只不過就是說 同樣是 雪蟲呢 你用綠色太脆綠呢 雪加上去 你不會那麼搭 暗一點會好看 This is too green And too fresh Like spring and winter Spring and summer So if you put snow No On paper Not that match Compared with The blue and dark one 所以最好 都是用暗的顏色 你這樣看下去 你很清脆的 脆的松雪 當然你說長青的 松雪是長青的 雪也是這樣 但是 那個天氣應該是暗一點的 不是脆綠的一個天地 有隻小鳥在那裡 不是那麼搭 暗一點會好看一點的 所以松雪 很多時候如果有雪的話 我們都是用灰藍色的 就是這樣的意思 今天大致上講講這個 下星期有新的東西 OK OK 你會聽到我們